这一幅幅画作都充满对土地的热爱 来看二十多年的乌克兰艺术家伊凡 透过画笔将这些年来对台湾的热情一一描绘 不管是风景还是事物 在这些画中都能看见 这是台湾 新世 新世 这是波斯奇和小瑞贵 小瑞贵 花枝和宇宙花枝 这是台湾 中心台湾 我喜欢这张照片因为这张照片是漂亮的 蓝色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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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此次在台南市政府明治市政中心举行连展 就是要与民众分享这份对台湾的热爱 用久居在此的外国人视角 看见台湾人情味 他在台湾耕种 像农夫一样 他亲身感受台湾这块土地 他跟土地建立的感情 他也能够体会农夫跟住在在地的人 怎么样来看台湾的角度 台湾的那一种传统价值 能够继续升值在更年轻一代的人心中 让老一辈的人也知道 回应他就是这份你们在这个土地上面所做的 这些传统像老房子也好 或是老的生活方式 这些在他来讲都是很宝贵的 无论是花草或是古老专房 都记录着台湾土地的点点滴滴 欢迎民众前来观赏 感受这份爱台热情 文静卫视台北台南总和报导